中国大陆在今天进一步的敞开国门 从3月15号开始 中国大陆恢复审发外国人 包括观光旅游在内登陆的签证 另外像是海南路径免签 上海邮轮观光免签 都在同一天全部恢复 至于在中国大陆的观光客 出境团游的部分 之前开放了20个国家试点 现在扩增到60个国家 包括了欧洲的意大利 法国和冰岛 但是陆客团过去最喜欢去的 日本 韩国现在还没有开放团游 海外旅客要到中国大陆 不再受阻 大陆从15号起 恢复审发外国人 包括旅游在内的各类附中签证 连海南入境免签 上海邮轮观光免签 也一并回归 为了等待这个中国游轮市场的复航 已经等待了三年多的时间了 那么这个国际游轮免签 这个消息呢 这个是一个非常正面和积极的信息 大陆的游轮观光市场 重燃希望官方进一步敞开国门 直飞搬机抵达 检疫更方便 取消核酸检测 该以快筛代替 除了入境规定松绑 陆客出境团游国家 宣布扩增 从原先20个增加到总共60个 就回越南 意大利 法国和冰岛等 都入列 中国是沙特开放电子签证的国家之一 如果游客搭乘 沙特阿拉伯航空的航班 抵达沙特 可获得96小时过境签证 和一碗免费的酒店住宿 想抢陆客团游这块大饼 上路地阿拉伯官方 还特地到北京办推广活动 大陆境内旅行社 在前一波20个国家开放时 就感觉生意明显回暖 如今更加热烈 携程数据部分国家搜索量 还在一天之内暴增三倍 中国旅游研究院预估 今年大陆出入境旅游 游客人数有望超过9000万人次 年增一倍 不过现阶段扩增到的60个国家内 却还不包括疫情前 陆客团最多的日本韩国 关于具体的国别 请你关注主管部门发布的信息 中方将继续在科学评估的基础上 应时应事为中外人员安全健康 有序往来 做出更好安排 大陆放宽防疫规定 按自己的步调走 在校园方面公布最新第七版防疫方案 师生在校期间免戴口罩 如果有学生确诊 密切接触的师生则连续五天戴口罩就好 学校在非疫情流行期间 不能采取风效管理 校园不用强制戴口罩 尽管新冠疫情风险降低 但从2月起 大陆就进入流感高峰 到现在还没消退 这个流感感觉比去年的新冠还要严重一些 其实我家两个孩子已经有一个已经得了 流感好像烧到比较严重 烧到四周都不 大冷汗还好 我们倒是没什么问题 就小孩好像比较严重一些 北京儿科医院已就不少家长抱着孩子求诊 中国疾控中心数据 从2月27号到3月5号 接获720起流感病例爆发疫情报告 较上一个星期多近85% 感染率更从2月初不到1% 急升到41.6% 很多人三年没有感染 那么再次感染就容易变重 北京多家药局流感快筛 甚至卖到缺货 价格超到人民币50元以上 比新冠快筛价格贵最多30倍 大陆这波流感爆发 威力恐怕也不容轻呼 TVBS新闻综合报道